古今的语言 还有科学家提出的数据 判断 大家都关心这个灾难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在佛法里面所讲的 任何这个语言提出来 都是不确定的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佛法的回答 却不是母灵念苦 它有道理 跟量子力学里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因为人的念头 是刹那刹那在变了 预言家 他那个时候所说的话 是他那个时候 所看的这个 地球上居民的那个心态 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 环境 但是 他要一个转变呢 转变怎么有了 好像你走路一样 到了一个三叉路口 那一条路里头很不好走 有灾难 有柴南湖泡 你走到这个地方 突然想起来 我从这边走 那不是马上就变一条路 这就不确定了 如果你还寻着这条路走的 那可能就在那儿 这些灾难怎么形成呢 自私自利 明文理扬 贪承迟慢 无欲留承 搞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 这个人做人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那他就是走绝路 肯定灾难就发生 如果说 看到眼前这灾难的时候 马上就回头了 就觉悟着 我不能再做坏事了 再不能有我念头了 那个念头一转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语言说 有很准确的 现前了 还有很多讲的说没有了 他不是没有了 他是你这个念头改的 所以那个祷告 他有起作用 在祷告的时候 他念头就是真的 他不是写的 所以他有能力的时候 把这个灾难 让他终止 不发生 但我们常讲了 他治标不治本 祷告时间很短了 祷告完了之后 悟念头又生了 所以那个境界 他又现前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中国老祖宗厉害 真有智慧 教学 教学是长世纪的 是永续的 所以能够把这些灾难 连根拔掉 得到 感谢观看